哈囉大家好 我是每個禮拜三、六 晚上九點上傳影片的阿萍 各位 最近因為Corona的關係 今天要介紹的商品 真的是超級超級缺貨的 所有的電器都排到 六月中旬跟七月 基本上才會售出 結果昨天這個電器啊 就在店裡面出現了 而且搶得非常快 原本有十九家有貨 才過一天的時間 我就看到那個上面寫 有店鋪的 從十九間變成十三間而已 超級誇張的 那就是今天要介紹的這個 Sharp的空氣清淨機 然後這個型號呢 是FUL50W 然後是白色的 因為病毒的關係啊 它這個真的是賣得非常非常好 基本上已經是算大缺貨了 那Sharp的空氣清淨機啊 它有非常多種型號 非常多種功能 譬如說 像我們現在買的這個啊 它只是單純有 空氣清淨的功能 在這個的上面 有加濕空氣清淨機 還有除濕加濕 但是我們就只買空氣清淨機而已 因為我自己在日本住了那麼多年 其實我發現說 我們不用加濕也沒關係 好那我們就來開箱囉 那這個是2019年的10月還11月製造出來的 有可能2020年它還會再製造出新的款式 那到時候大家有興趣的話再去買吧 那這個形狀我覺得非常的酷 看起來比較科技感 所以就直接想說要買這一台了 所以就直接想說要買這一台了 OK 它就長這個樣子 它的重量還算輕 大約 6-7公斤左右 有沒有很科技感 這邊是出風口 正面是這個樣子 然後它的背面 它背面都是入風的地方 所以它入風的量其實還算蠻大的 它下面有保護地板的 它後面這個啊 上面有寫要把裡面的那個過濾層給拆開 原來是這樣子拿的 了解 大家看這裡面是它的活性碳 一顆一顆的每個洞這樣子 它這個碳纖維啊很軟 所以要小心 那它上面有寫說請勿用水去洗它 嗯沒什麼味道 好 那現在換它的過濾層 這就是它的過濾層 好香 也不是很香 就是有一種特別的味道 這也好軟喔 這樣子就好軟 把這個裝上去 好 那我們就來開機看看吧 那剛才給大家看的那個碳纖維啊 它主要會消除的是 抽煙的煙味 廁所的味道 垃圾的味道 寵物的味道 白色那一層呢 是會消除PM2.5 還有花粉 黴菌 吸煙的栗子 塵蠻 動物的毛 那它上面說這個活性碳啊 跟黑溪PM2.5那一個要每10年換一次 上面啊 它這邊會顯示燈 等一下操作給大家看 我們來開始測試囉 這個電源 哦 然後這邊有一個藍色燈跟綠色燈 那綠色代表乾淨 橘色代表比較髒一點 紅色是特別髒 那它現在是自動檢測書 現在我們的家裡好像是比較乾淨的吧 然後它這邊呢 也有睡覺的MODE 跟有花粉的MODE 然後這邊可以調風量 還是你要盡全力去吸這個空間的空氣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Powerful全開 馬力全開的意思 那待會呢 我們就直接料理 然後看一下這一台機器的功能如何吧 那我們就直接試給大家看 那是剛好我去買的那個線箱 可以直接用 這樣子 有煙 這樣可以吧 那它的Sensor是在這邊 看它會不會Sensor到 它結果沒有了 有了 可是我自己覺得說 因為它的Sensor在上面啊 所以它要去找那個 空氣中的那個 懸浮粒子 還是臭臭粒子 有點難找 所以它這個應該要放在 不是那麼角落的地方 應該是要放在 整間屋子比較中間的地方 會比較好 這個簡單的實驗就到這邊吧 實際上 讓整個空間都會臭臭的 除了上廁所以外 還有炸東西以外 我已經沒有想到說 要有什麼其他方式 可以讓整間屋子比較有味道 幸好我有這個煙 好 那這台SHOP的機器呢 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讓它機器所在的 一個平方公尺裡面 充滿負離子 這台負離子呢 是7000 在它更上面一層的機台呢 它是可以到25000的 雖然我不知道它的功能是什麼 在這邊跟大家補充 負離子的功能 聽說有改善肺功能 還有心肌功能 促進血液循環 新陳代謝 緩解呼吸道疾病 增強肌體抗病能力 對大腦啊 心臟啊 呼吸都有用 那以及抗氧化跟抗衰老 都有很大的改善作用喔 那我們今天介紹空氣清淨機的影片 就到這邊囉 好那我是每個禮拜三 六晚上九點上傳影片的阿萍 那我們的影片分享呢 會像這樣子電器開箱 喔 已經綠色了 還有像是轉蛋夾娃娃 跟日本露營 跟日本旅行的影片喔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的照片來點擊我們 訂閱我們喔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掰掰